缅甸11月8日国会选举国务资政昂山素姬提早投票 防疫出行限制令昂山素姬没有办法前往位于阳光的票站 改在首都内比都投票 多个反对党促整坚持选举 但当局决定如期投票 部分地方就因为局势动荡而取消投票也起争议 这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2015年领导全国民主联盟胜出大选开始掌政 结束军政府统治 他没有就罗兴亚人危机发声 国际声望受损 但预料仍然能带领全国民主联盟胜出选拒